雨滴,农眉现在脾气怎么这么火爆,联盟哪几个人如果和农眉在一起,农眉不敢打他 农眉现在为什么脾气这么火爆啊 农眉他本身身大力不亏嘛,原本体格这块就非常强壮 真说这个胡人队,目前队内,你说谁是身体力量这块呈现最为十足的呢 只有农眉,那一般来讲什么也是脾气火爆呢 班级里,你要说啊,我天上是个小哥,瘦了卡级,排骨盾 你说这样的,他脾气可能说那么火爆吗 不可能的,尤其呢,你在和班级里那些特别强壮魁梧的 五大三处那些巨汉在一起,你还敢于说我处处挑衅吗 这都不可能的,哪一种人他就是会养成一种火爆脾气呢 处处就感觉,我能用力量降伏的,我就不动嘴 只有说身体特别魁梧的,他才有可能,这么整 那你看胡人现在就身体力量这块,谁能自得了弄没 不就没有吗,花德呢,叙数到了 现在这个年纪,再结合以往那会有背上啊,他还打啥呢 打不了了,所以在这个环境,勒布朗·詹姆斯呢 体格都没有弄没好,他体格对好,他当然脾气大了 就说联盟里哪几个人如果和弄没在一队,弄没不敢打他呀 那你本身呢,不光得是这个体格好,体格不逊色于弄没,再者成就也得比弄没高 志姆阿德的昆伯,他如果在胡人队的话,农连绝对不敢动他 因为志姆哥人家上阵勤兄弟,我身边好几个哥兄弟呢 而且志姆哥向来呀,善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自己的兄弟呢 在MBA谋得一碗饭 比如说,这次参加MBA技巧挑战大赛呀 他甚至哥上阵呢,面对这个骑士队加兰三人组 再包括这个年轻信秀,以这个坎宁安为首的这门几人组 所以志姆哥呢,他这说有朝一日加盟了胡人呢 一定是带着他大哥塞纳西斯一块来的 之前那块阿莱克斯也在胡人队效力了 甚至有可能发展联盟某个职位 所以志姆哥这样的到哪呢,身边都有弟兄的 奴梅这说敢打志姆的话 那他这个大哥塞纳西斯,那肯定第一个就冲上去跟这个奴梅玩命了 他大哥其实也挺魁梧,而且他大哥这时候上去跟奴梅玩命 奴梅敢于就是跟他大哥再纠缠到一块 这会儿志姆哥就受性大法了 以往志姆哥他是属于是一种受到封印的一种状态 他的本性呢,因为志姆哥其实挺有诚服的一个人 他的本性呢,受到他理性的常年雅致 他一旦说你敢于跟志姆哥他大哥拳脚向下的话 这会儿志姆哥就疯狂下来,那就完了 志姆哥当时解除封印这种运动悲戏人,双手一死 那上去就,奴梅那就完了,奴梅就容易很惨 所以奴梅是肯定不敢打这个志姆 他也不一定打得过志姆 还有其他人不敢打,其他人的话 大帝恩彼得吧,奴梅也不一定敢打 大帝比他还高半块呢 而且大帝他也挺这个耗勇斗狠的 奴梅也不一定能打得过 唐使的话,现在在联系当中也日渐有成就 而且唐使这样的呢,跟这个奴梅真说口角到一块了 奴梅他算是有时候容易惹毛唐使 为啥呢 因为唐使目前就是家里近亲的亲子近派 有很多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就是没有办法,也是受灾之年的 他家受到的冲击最严重 这样一来呢 有时候人和人之间呢 一有点口角,他通常都说啥呢 你要是直接就冲对方的话 对方不一定省气 所以很多我们看这个NBA 包括他们这帮人,厂商说一些垃圾话呀 带着对方家属的 而奴梅呢,就怕啥 互相之间闹着闹着呢 自己说话没把门的 带上唐使家属了 这会儿当时唐使也变了神了 血贯同仁,如同志姆拉的昆伯 他搭壳,被这个农眉抢害之后 志姆拉那般疯狂一样 唐使当时也是,立地就是平地就坐下来 就上去就跟这个农眉纠缠到一块了 很有可能 所以他这个唐使吧 到这个胡人队 我感觉农眉也不敢倒 就这几个了,大总访本身位置也不低 在联系当中都有号 他们不敢倒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